Hello 大家好 现在才七点过一点 我就起床了 因为睡不着 我下来帮他们把车间门给打开 因为是我拿着钥匙 每天我都是六点多起来 然后八点左右 就过来帮他们把门给打开 我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变化 我自己刚才在宿舍里面 因为我学那个美容嘛 学那个化妆 然后还要弄头发 我就把自己的头发 用那个自己探了一下 如果合适的话 我以后也要探一个头发 我原来是短发不会探 现在头发长长了 可以尝试探一下头发 本来说是想把头发给剪短的 但是我这里实在是 头发掉的严重 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一小索给扎起来 看着头发就多一点 我现在才能理解 这个脱发的困扰 如果是男生脱发的还好 但是女生脱发就 怎么说有点不阳光 这两天就是我一直在 咨询一个朋友 他就是做那个 就是脱发的 就是每天去他铺子里面 就是不知道是怎么用什么 每个每周都要去一次 有点像直发的又不是那种 他说那么多时间用什么药水 还是怎么我也不知道 就会头发就没那么掉了 等星期天我想去看看 尝试一次他说可以试一次 然后如果说可以的话就弄一下 但我的同事说 这就是也不太靠谱 因为时间一长了 头发还是容易掉 只是一时他其作用过一段时间还是一样 我也不知道 现在时间还太早 还没人来上班 因为我们八点半才上班 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瞎拍 这是我们公司后面的一块地 一号要种菜 一号大一块 现在一个种子 好像哪里 这里有一道门的 羊羊羊 我们的金毛 它的窝 这里有一道 这里都是已经种了一些菜 这里风景还是挺好的 就是那边有一个羊猪场 中午的时候有点臭 现在好像已经翻走了 前两天又装了一个这种排屋的 就是环保局 叫装的这种 排风的 好像是二十多万钱装 那边那个车间也有 两边都有 办公司还是挺费钱的 这个公司还是盖的差不多两千多万 十八亩地还是十九亩地 现在才能整这个规模也还不错 因为原来都是很小的那种 现在才七点半 我打算还要再去宿舍里 躺一下 因为现在躺太早了 只有我一个人在溜达 还有狗在溜达 其实早上起来应该在我们公司里面跑一下铺 但是这两天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过去 跳爽我也来就跳爽了 但过两天 我也要把那个跳爽拿过去 然后晚上早上我们都要跳爽 捡一下飞 实在太胖了 那个双下巴都出来了 早上空气还挺好的 就是中午就太热了 我都是穿风扇 因为我不是穿风扇 那时候我穿风扇了 因为没有穿以前这个衣服 但是黑色的那些 很长袖的也还可以 就因为有什么会被学历了 好啦 今天就拍两张 大家准备吃出来 把大厨做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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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栏支持明镜与点栏心